今天是重阳节 不少做子女的想必晚上都会陪老年人 其乐融融地吃一顿饭 有的还会给老人送上一份新意 我们注意到有些年轻人给妈妈今年送的礼物是 请妈妈去整容 老年人整容还是一件比较新鲜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重阳节前夕 上海一家整容外科医院 特别举办了一场老年人整容咨询专场活动 上海的老年人对整容这件事怎么看 医院方面心里也没底 但没想到很多重老年人都慕名前来 63岁的徐女士是科技行业的一位退休人员 由于退休后还一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所以徐女士一直有整容的想法 但就是下不了决心 也要想考虑自己的形象要对得起大家 包括想就是说眼带啊 因为眼带对年纪人来说 年纪大的一个痕迹很难干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皮肤除色 在家人的支持下 徐女士最终还是决定通过做一些小手术 来改善形象提升自行心 70岁的陈女士之前已经做了一次提美手术 现在她还想进行除皱和除眼带手术 陈女士告诉记者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她和身边的一些老年人都希望能够通过小规模的整容手术 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 我想呢 因为现在科技比较发达 发达以后嘛就住眼有数吧 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也有办法 就是像年轻人一样 可以比较好像精神饱满一点 可以像年轻人一样 就是感到自己很自信 记者注意到 来整容的中老年人当中 有不少都是获得了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以后才来的 一些子女还在重阳节主动邀请母亲来整容院 今年刚参加工作的小周 就打算用4500元月薪 给妈妈做一次除眼带手术 妈妈说 哎呀 我这个眼带怎么老是这边一直下垂之类的 我其实听到心理上 我也记得 刚工作 而且经济条件也可以达到这个水准 那何不不让我妈妈更美丽一点呢 事实上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 不少老年人都萌生过整容的念头 不过 也有很多市民认为 衰老是自然规律 老年人整容大可不必 我挑着的吧 不要不要去拉皮啊什么东西 还是自然的好 老了嘛就是老了 老人就是要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 身体好 就是幸福 没有必要 一样吃了好 你当别吃了好 地面就可以了 身体最重要了 就是小的地方动一下应该可以 如果枕的比较 很难认出来 或者亲戚别人认不出来 这就不大好了 专家倒是认为 整容之后 能让老年人感觉 我还很年轻 而这种心理暗示 会给他们带来愉悦感和满足感 可以使神经细胞处于兴奋状态 有利于健康 可以理解为老人追求生命的质量 因为尽管他们已经进入到了晚年 但是他们还愿意 有自己的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就包括 他们在别人面前的形象 包括自己在镜子中间看到的自己的形象 所以这个问题上面 重要的是他们的主观的感受 倒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据护上几家专业整容医院介绍 目前来做整形手术的中老年人当中 60岁以上年龄的占比越来越大 从门诊情况看 老年人选择的都是风险较低的 微创美容小手术 价格一般为数千元 在国外嘛 这个老年人 中老年人 占了百分之大概三四十的队伍 就做整形方面 在我们这稍微偏低一点 不过医学专家也提醒 老年人整形还需要结合身体情况 毕竟健康安全还是第一位 年龄大本身就新人代谢比较慢了 然后他代谢的不是很好 然后对于窗面的愈合 肯定会影响愈合的不利的 专家表示通常70岁以上的老年人 即便身体状况良好 也最好不要进行整容手术 韩国总统卢武炫 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等领导人 都公开承认自己接受过整形 应该说追求形象的美感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社会对这一举动的包容度也在增加 老年人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通过手术让自己变得更年轻 这无可厚非 只是要提醒 第一要使自己的健康状况来决定 是不是接受整形手术 第二是要找有幸运的正规预言 对这种健康状况来决定